记者刘兵选南投报道 距离明年五合一选举还有一段时间 但南投选情早已秀出烟消位 近来民进党南投县党部频频批评国民党动员参加慈善法会 质疑有党庄嫌疑 国民党南投县党部主委洪荣章则表示 既若活动每年都做 看对手阵营理性看待 他还坐视反凤 希望绿营人士适可而止 洪荣章作诗直言绿营士不做公益扯后腿 相信生气会后悔 劝君莫做缺德士 听到轮回夜随身 他说宗教团体有善款要捐助弱势 国民党只是帮忙引戒 并让南投的弱势与老人能获得帮助 他也说每年东令就即党部也都协助 常遭社会资源忽略的边缘户 民进党在中央执政 更应思考引进资源 而不是质疑国民党的救济行动 希望不要为了选举才借机大肆炒作 民进党南投县党部执行长 曾从海回应 不反对国民党做公益 但公益不应有颜色之分 尤其还是透过选举组织动员 以此来看那些被招募参与的人 难道不会只信特定人事 对于一般民众或是非国民党籍的人来说 不会不公平吗 这还算公益吗 希望国民党能好好检讨 发放信脑筋的方式与管道 感谢观看